本格道序推理神作《古天人三郎》 第十九案 机智王误杀事件 大吉最近混得风生水起 靠着电视台一导答题节目 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目前已经连续获胜七轴 可众人不知道的是 他获胜并不光彩 而是靠着电视台的内幕消息 比如电视台准备了一百套题库 每个题库有二百道题 每次录节目前 会在一到一百里随机选一个数字 来决定用哪套题库 大吉事先已经通过电视台拿到了一百套题库 每次节目开始前 他都会得到相应的题库数字 然后让场外的智囊团 在全套题库中找出对应的答案 报给他背下来 所以他才一直能赢 这波他又来录制第八周比赛 在粉丝的簇拥下进入电视台 这种生活让他逐渐飘了起来 边化妆边向工作人员抱怨 上周他的镜头太少 观众喜欢他就该多给他镜头 数落完工作人员 他就像往常一样 索要本期的数字 工作人员找他就是说这个事 局长已经发话 从本周开始 不会再给他提供数字 因为有媒体已经开始报道他作弊 他可不是吃亏的主 之前电视台转他合作 不就是想创造一个天才出来 好提高数字率 媒体开始揭露作弊 他们就不提供答案 这不妥妥的过河拆桥吗 而且节目当天要用的数字 是在开始前一小时才告诉他 那么多答案 他可要背好久 而且不知道节目组会提问哪个 这应该不算作弊 节目组不管这些 只管电视台的声誉 不管他说什么 都不会提供这些的数字 这可把他气坏了 已经习惯被投喂 结果有天突然不给 跟谁谁都受不了 竟然不给 那他自己想办法 这时工作人员送来盒饭 他向对方探听数字 奈何局长已经下令 不准任何人向他透露 他愤怒的把盒饭扔向一旁 继续思考该如何搞到数字 在他比赛之前 还有两位挑战者进行比赛 一位是家庭主妇 一位是刑警古田 古田控制不住手 每次连题目都没听完 就开始抢答 因此每次都回答错误 已经被扣了80分 再打错一道题 家庭主妇就能讨应 最后一道题开始 古田终于管住了手 题目是听完整了 但他不会 场下的金拳都听到答案 开始疯狂提示 动作明显的不能再明显 下场就是被保安插了出去 古田收到提示开始答题 结果还是回答错误 下台后他一直满怨金拳 嫌弃人家在旁边瞎比划 工作人员尚且安慰 不要气馁 下次继续来战 先吃个盒饭补充补充 这时 大吉已经想到办法 什么办法呢 去服装室找答案 每期录制节目时 员工都会穿上 应有数字的衣服 在现场穿梭 让主持人看到 然后主持人再根据数字 找提提问 也就是说 只要看到衣服 就能知道本期的数字 所以大吉才会来服装室 先和小胖东拉西扯 眼睛一刻也没有停下 到处寻找应有数字的衣服 小胖桌上有份盒饭 如果大吉不嫌弃 可以把他的盒饭吃了 至于他为何不吃 他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 大吉为了整数字 只能留下吃盒饭 拿份报纸窗门作样的查看 这时 员工送来一箱服装 小胖打开查看 大吉知道服装在里面 急忙上前寻找 小胖立刻阻拦 推上前 小胖的头装上铁箱 大吉也如愿看到了数字 等他反应过来 小胖已经当场去世 本想偷偷溜走 结果一开门 看到楼道里有两人在排练节目 如果此时出去 肯定会被当成凶手 看来想走出这个房间 还得用点手段 另一边 古田和金泉吃着盒饭 里面的丸子都搜了 古田顿时没了欲望 拉着金泉回警局 经过楼道时 服装室门口站了几个人 找工作人员用钥匙打开门 众人都走了进去 不一会儿 里面传来一声尖叫 走到门口的古田返回查看 小胖躺在地上 已经失去呼吸 地上还扔了很多臭鱼杆 味道简直酸爽至极 周围的人用手捂住口皮 金泉开始清场 让大家都出去 接着喊来警方进行处理 除了女员工来送服装外 之后再无人清除 房间里没有窗户 金泉有两种看法 要么是小胖自己摔倒 要么是蔑视杀人 古田更倾向女后者 因为有太多不对劲的地方 如果小胖是摔倒的 鱼杆为何会散位一地 要说小胖抱着鱼杆摔倒 倒也不是不可能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还有一点 小胖同时点了三家餐厅的外卖 如果是他一个人吃 未免也太多了 这时有剧组来拿服装 发现这次的服装 整理得非常正气 而且已经按照顺序排好 小胖以前从没这样整理过 而且服装上有这期比赛的数字 如果是谋杀的话 参赛者比较有嫌疑 需要调查一下参赛者 就在古田思考案件时 大吉已经回到房间 给场外的智囊团打电话 告知本期的数字 智囊团立刻开始行动 查到答案后给他回电 古田找上他时 他正在打电话 等挂断电话后 古田开始试探 发现他听到小胖死亡的消息 一点也不惊讶 好像早就知道 对此他的解释是 和小胖不说 案发时他在休息室背提 还吃了一个盒饭 提到盒饭 古田就以肚子火 里面的丸子都松了 他也随口复合 确实松了 一口没吃 听到这里 古田基本确定他就是凶手 等他换完衣服准备上台前 古田又来找他 他不耐烦的放下报纸 拒绝接受古田的问话 既然他不愿意说 古田也不强求 默默的坐在他身边 这让他更加不舒服 却又无法反驳 人坐在一起 避免不了说话 他实在憋不住 开始讲起过去 没参加这个节目前 和朋友开了个补习班 结果倒闭 后来做什么都不如意 他抱着玩游戏的心态 来参加节目 没想到一炮而红 说起游戏 他想到一个摆脱古田的方法 和起玩游戏游戏 如果古田赢了 他就空出五分钟时间接受问话 如果输了 就不要再纠缠他 古田毫不犹豫的答应 游戏规则是和他做同样的事 做不到就算输 刚开始一切顺利 最后他喝了一口水 吐出来 可把古田惊呆了 虽然古田输了 但并不打算放过他 又起身追了上去 只问他一个问题 问完就走 再也不纠缠他 为了摆脱古田 他只能停下脚步 之前他说盒饭里有馊的丸子 但据古田所知 他的盒饭一直是特供的 和普通员工的完全不同 查了下他的盒饭菜谱 没有丸子这道菜 那他是在哪吃到的馊丸子呢 他大方承认 确实没吃到 之所以那样说 是为了迎合古田 让其尽快离开 古田内心非常强大 没有丝毫不开心 而是继续往下说 有个地方非常奇怪 小胖一次点了三家外卖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从小胖的体型就可以看出 胃口应该很大 那为何不在一家店下蛋呢 是想对比味道呗 可据古田所知 小胖最近刚看完医生 正在准备减肥 这就解释了小胖 为何不吃自己的好饭 当然 这些古田不知道 设想一下 哪个减肥的人会点三份饭 还想着对比味道 这点更好解释 小胖一直薄弱 忍不住才点三份呗 古田继续发问 服装室的衣服 都是按照演员名字排列好的 小胖是个懒散的人 从来不会整理 换言之是凶手作为 能将47个人的衣服 按顺序排列好 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他记忆力好 应该可以做到这点 眼看被古田怀疑 他开始挑衅对方 既然是抹杀 那就先把密室破解 再来和他聊 说完他去参加比赛 对手是击败古田的家庭主妇 古田则去破解密室之谜 金犬来送助攻 还记得在服装室门口排列的两人吗 两人准备了一个短剧 但很遗憾 没眼成 原因是电视台准备的服装不见了 去找两人了解情况 其中一位是扮演送外卖的 就是他的服装不见了 至此古田终于破解密室之谜 趁中场休息时找上大吉 开始自己的推理 凶手杀完人后 本打算从现场逃离 打开门看到走廊上有人 如果那时出去 会被对方看到脸 于是凶手想了个办法 点了三家店的外卖 然后穿上服装室的外卖员衣服 等住人发现尸体后 混在外卖员中离开 为了不显得太突兀 这才多叫了几家外卖 古田回想了一下 当时进入房间的是三个外卖员 出来时却变成了四个 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在 死去的小胖身上 根本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地上散落的鱼杆也是凶手所为 目的不是为了制造成意外 而是为了在离开房间时 用手捂着脸不显得那么突兀 还记得大吉跟古田玩的游戏吗 大吉涂完水后用手帕擦水 古田注意到 他的手帕上沾着化妆粉 那时古田不明白 他怎么化妆后还用手帕擦脸 直到破解密是致命才知道 手帕上的粉 是他摸着脸出去时蹭上的 推理得非常精彩 但都成不了证据 古田无法逮捕他 说完他嚣张地去参加比赛 古田无意中看到工作人员手中的报纸 瞬间想到了什么 急忙赶往案发线上 那里也有一份报纸 看了上面的内容 古田嘴角微微上扬 随后来找工作人员 让他们将下骨问题换成报纸上的 大吉开始答题 答案和报纸上的一模一样 这便是古田找到的证据 案发时他在现场 服装室的报纸是为节目准备的道具 在小胖遇害不久前才送到服装室 他之所以能答对 肯定是在服装室看到了这份报纸 而他看到报纸的事件 只能是在命案发生的那段时间 否则他无法解释自己怎么看到的报纸 他只好承认自己去过服装室 古田知道他的癖好 眼睛不论何时都在寻找情报 看到报纸肯定会拿起来查看 这才拜托工作人员询问 让他露出无法狡辩的破绽 古田认三郎第十九案 到了约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